10月11日,董静在自己的微博删除律师声明,表示傅首尔侵犯自己的民意权,他写道 一,不是我挑起事端,不是我动手大人,我的第一篇长文没有说一句谎话,并愿意负法律责任 二,当时公司调停,让双方都发道歉微博,我已经配合,但傅首尔没有履行承诺 既没有明确向我本人道歉,又在时候单方面删除两条事件的相关微博,我才选择删除道歉微博 三,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其他选手的论点和金句,不接受没有证据的破脏水 四,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网络平台回应此事,之后与此事相关的所有工作我都将委托我的律师代为处理 据悉,9月20日,奇葩首变手董静在微博自报,在化妆间被副首尔打骂,并要求对方道歉 董静称,我左膝盖和右大腿都被踹破皮拘青了,随后将微博删除 26日晚,奇葩首官微,就董静,遭复首尔打骂事件发声明并道歉 称秦是两位选手因为化妆室安排的问题产生误会 加上被赛压力大,没有控制自豪自己的情绪发生头角,但并未发生严重的肢体冲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